虎沙钓鱼网 大家好,我是虎沙钓开吻 今天是2022年2月11号 我今天来钓白鹿鱼了 钓了很多 看一下 这有差不多将近30条鱼吧 其中十几条白鹿鱼 还有十几条黄鹿鱼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怎么用鱼肉钓小黄鹿 今天已经钓了十几条小黄鹿了 今天新研究出的方法 全体钓小黄鹿非常好吃 看看这根有没有 鸡羊酥的对吧 这里的基础要点是抛肝后 轻轻摇轮 保持线拉直 拉紧 这样的话你会感受到水下是否有鱼咬 如果有鱼咬 轻轻的保持这个线的紧张状态 如果突然感到力特别大 那就可以杀钩了 你看第一杆就上了啊 本来是想钓黄鹿的 没想到钓上了一条大白鹿 利用这个方法今天一共钓上了三条大白鹿 这个为钓白鹿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本来以为白鹿只吃火耳或甲耳 没想到白鹿也吃鱼肉 所以呢 以后其实可以带一些鱼肉 试试成底 或许有意外的收获 哇 这太帅了 我现在又研究出了新玩法 同志们 这是继上一条白鹿之后 紧接着的上了一条黄鹿鱼 还连杆了呢 说明这个方法还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鱼慢或不上鱼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这种方法 看 鲜杆了嘛 刚才上一条大白鹿 现在上一条小黄鹿啊 我不是给你一块鱼咱不上吗 它是人的吧 不是水煮的端子 哈哈哈哈 钓白鹿鱼的方法很多 包括加尔法 我一般使用小鸡鹿 小亮片 如果鱼慢的话 我会选择使用和鱼肉 我建议大家多备着几种钓法 因为某一天这鱼会定吃什么耳 另外鱼具要多配几套 不同的钓法就要使不同的鱼杆 鱼轮还有鱼线 如果想只用一个鱼杆 把所有钓法都用上的话 那是不太现实的 也钓不好的 对 你要飘飘呼呼的 你怎么能用牵头钩呢 牵头钩打底了 那那你这头懒它当然不上鱼了 购买鱼具请到我的虎沙钓鱼网 我会根据我丰富的经验 为您量身定做一套最顺手的钓具 又上了一条小黄屋 这已经是第四次连杆上鱼了 这一杆本想歇会儿去喝口水 拿另一只手套 没想到刚把杆插上 大家就提醒我上鱼了 我就马上冲回去把鱼汽了上来 大家请仔细看这里的手法 让这杆轻轻的抖 抖一会儿之后 再去杀钩 如果他只是一开始就抖 你就杀的话 他还没有咬住 让他咬一会儿 你就杀钩 这样成功率比较高 大家再仔细看这一杆 杆子开始轻轻抖动 让他抖一会儿之后 再杀钩 这样就成功了 用鱼肉了 现在鱼已经用光了 开始用鱼肉了 针耳慢百倍 太小了 小黄鹿 我夹耳它不太咬 我叫上锅 你这是叫啥的 对 不错 从鱼的质量上 你这还不错的 我那也就是三四条白鹿 这个4.10条4条可以吗 不是这样 要求太低了 我说我要求太低了 要求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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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 你这梦觉我挺着 我 我今天完全蛮恍恍恍恍了 又上了一条大家伙 这条大白鹿 这条很大局啊 同志们 可以吗 我可行了同志们 同志们 大家有新玩法了 是啊 这比加尔效率高 比加尔效率高 比加尔效率高 这以后还买什么加尔 一个小鱼兜就够了 还要不挂底 对 你不挂底啊 你这远啊 就好像00%%&& sympbuch Drivers 快点 不是 有嘛 125 12 多鐘%&! email 还挺地 搬了 开尔效率高 我感 BRIAN 可以 你还在多数稳上吗 没多数上不要吓得吓得 它多数一回 它多数咬 没咬上钩是不行的 多数是不行的 多数松了你要把这个线拉紧 你看看又多数了 没咬上 多数就没咬上 咬上了绝对 你看多数没咬上 看 这小黄炉 这小也不小 像大白炉 大白炉 我靠 是 哦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鱼情 如果您需要鱼句 请到我的网站 虎沙钓鱼网购买 网址是 usacn.com